Yo,我是SanSan,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15个微信隐藏版功能 那我粗列就把它分成五类,分别是讯息类、群聊类、红包类、其他便利功能类 以及最后的表情符号还有贴图类 那表情符号贴图类就是实用性很低,但是可爱程度爆表 所以我就把他们丢到最后面,变成一个功能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至少有一个功能是你原本不知道的 那这个频道就是关于职业发展、个人成长和舒适生活相关的频道 那因为目前是在上海工作,所以也会记录一些关于上海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知识 周四晚上9点更新,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大类讯息类,回收拍一拍的功能 拍一拍推出的时候,常常要在裙子里面点人 结果就不小心拍到他,总之就是一些不适合的对象 整个就是很尴尬! 更新了,之后可以回收长按那个拍一拍的讯息 然后两分钟之内都是可以回收的 第二个就是讯息提醒的功能 比如说你收到明天早上8点要开会的讯息 我怕可能晚上回家就忘记 这时候你就可以设定在指定的日期和指定的时间 然后可以提醒你,时间到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服务通知 第三个功能就是即时翻译 这个就是非常适合群组里面有讲多种语言的人 常按讯息之后就可以翻译 但是翻译的目标语言 就会是你WeChat设定的语言 比如说我设定中文,他就会翻译成中文 如果设定成英文,他就翻译成英文 那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是说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设定的是繁体中文 那如果对方他送来的讯息也是繁体中文的话 那我常按呢,他就不会出现就是翻译的选项 但如果这里面呢,你有夹杂其他 比如像表情符号或是夹杂英文 还是会出现录语音,然后直接转文字 点击文字结果对话框之后呢 他是可以直接从里面编辑的 那如果你讲错内容的话呢 他也可以直接就是滑动手指到左边的叉叉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取消传送 那如果呢,你是需要换不同语言的话 你可以按右下角的加字号 然后选择语音输入之后呢 可以从上面的那个下拉式选单 换目标语言 编辑图片 比如说呢,就同事传来一个照片 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长按照片 然后进行编辑 比如说你就圈出来他的问题点是哪里啊 然后再直接回传给他 其实让你的整个沟通上面也比较清楚 编辑完之后,你可以直接选择储存 也是可以 群料类 忘记群料名称怎么办呢? 像我自己有遇过这个问题 可能有共同好友在那个群组里面 让他丢一个讯息 然后那个群组才会弹出来 那这个功能呢 就让你可以不需要这么做 就是比如说你只要找到这个共同好友 然后你就点到他的头像 接着呢,再到那个更多资讯里面 点进我和他的共同群组 就可以找到你们的那个群料了 那另外一个功能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你比较常用的群料 其实你可以把它添加到通讯录 到这个群组里面 然后你点击那个右上角的点点点 打开那个储存到通讯录的那个开关 然后接着呢,你再到通讯录里面的群组 就可以看到你这个新添加的群料 红包类 发专属红包 这个功能是说你可以发专属红包 就是给指定的人 就算一堆人在群组里面 但也只有那个人可以领 那他的方式呢 就是你点右下角的加 然后你选择红包 然后你从下拉式的选单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 简陋红包 我觉得这功能实在是太重要了 新年啊或是一些特殊节日啊 大家会一直在群组发红包嘛 但是因为常常就是可能速度太快 或是下面洗版 瞬间红包就过了 反正就不知道说到底自己什么有领 然后什么没有领 然后什么有胜还可以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个简红包的功能 打开正在就是发红包的那个群组 然后你点击右上角的点点点 查找聊天记录 然后再选择交易 就可以看到了 但他一样就是有24小时的限制 所以他可能就是 呃当天疯狂发红包的时候 然后试用这样子 我记得我们以前很坏 就比如说 可能你容易发红包 你怕被抢嘛 你就疯狂发贴图 然后就是一直洗版 就把红包洗得很上面 毁了这个功能之后 然后你就不用害怕了 其他便利功能 呃第一个服装 就是当你在看文章啊 但是你突然收到讯息 欸我还没看完呢 但是我又必须要回讯息 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可以点击就是文章 就是文章 右上角的点点点 然后你选择服装 之后呢 你再回到聊天室 然后萤幕滑左边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刚刚的文章 以前他的那个服装的方式 是会变成那种小圈圈 服在聊天的视窗上 然后限制最多 好像也是五个吧 我记得 但我最近用的时候 发现他改了 然后呢你可以服超过20个都可以 设定代版清单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还蛮方便的 然后他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说你可以 呃点进我 然后接着到收藏 开始编辑 里面呢 就可以选择就是代版实相 你不只可以写文字 然后你也可以录音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地点 接着呢 你就可以 再点击右上角的点点点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呃清单选择为服装 或者是呢 就是在聊天室里面 你可以置顶 所以你每次进去你的聊天的窗口 然后你都会看到上面的那个代版实相 接下来呢是删除的朋友圈 能够编辑再发布 就真的太实用 因为之前的那个朋友圈 它是你打错就打错 你全部重新来 那他现在呢就是可以像那个聊天讯息一样 你可以删除之后 然后再重新编辑 然后再发布 物品识别 这个真的是还蛮酷的 比如说你看到陌生的东西 然后想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说它的价格怎么样 这个logo它是什么牌子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到发现 然后扫描 在下方呢 你选择识别物品 这样就可以啦 不让指定的对象 看到我按赞的影音号 就是在朋友按赞某个影音号的时候 让你都可以看到 而且就是被推荐 替他觉得有点害羞 如果就是你不想要被看到的话 其实是可以设定的 到我 然后你选择设定 再选择隐私 再到影音号 选择就是不让他浏览 我按赞的影片 然后里面就可以去选择 你可以选择个人 你可以选择群组 然后你可以选择 就是一整个标签的人 微信表情和贴图 像我之前都很习惯 就是一次穿好几个表情符号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你穿单个表情符号 它是会放大 然后是有效果的 然后就如果你传了一个爱心 然后对方也传了一个爱心的话 他们就会 在空中教会 让我特效 如果一个人传炸弹 然后一个人传便便的话呢 如果你在聊天的时候 传单个表情符号 它是会有特殊效果的话 你把这个表情符号 放在拍一拍里面 它会有就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比如说 如果你在拍一拍 你加上就是炸弹的表情 别人在拍你的时候呢 它就会触发就是全屏的炸弹 那像烟火 庆祝表情 这些也都会有特殊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玩玩看 贴图管理 就是贴图包有很多 收藏收藏 然后很快就满了 以前就是要维护的时候 我介绍到某个特别的地方 才能去删除这些贴图 但现在直接就是到聊天室里面 然后你按笑脸 然后再选择爱心 长按之后呢 你就可以删除这个指定的贴图 你也可以把就是自己常用的 就是选择移到最前面 查找相关贴图 就如果呢 你很喜欢某个贴图 然后你也可以长按之后 点击相关贴图 去找到就是其他同款 自制贴图 长按就是某个贴图 然后你可以选择 同框自拍 就可以自制就是 贴的部分呢 很多是就是同事和我分享的 所以也同步分享给大家 那这15个隐藏版功能里面呢 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 扶窗功能 编辑人家发过来的图片 还有讯息提醒啊 跟设定单半清单的功能 虽然我觉得 应该不可能吧 但如果呢 你真的全部都知道 请在留言区打个 我给自己满分 也很欢迎呢 这些留言告诉我就是你自己 最喜欢的功能 那有其他的隐藏版功能 也很欢迎 一起和我们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觉得影片还算实用的话呢 也欢迎帮我分享 最后就是记得 订阅开启小铃铛 Ig也可以追踪一下哦 我是珊珊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掰掰